因为帮助民众维权遭到中共当局殴打导致瘫痪的中国维权律师尼玉兰被关押了两年半之后 日前刑满释放 她目前是身患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急需治疗 但是她强调仍然会继续维权 她将状告中共警方并要求当局归还她家的财产 10月7号刚刚刑满释放的尼玉兰告诉新唐人 她出狱当天北京有关部门还妄图再次绑架她 今年53岁的尼玉兰12年前因帮助民众维权在拍摄强拆现场时 被北京警方抓捕独打止残疾 2002年7月北京警方以阻碍办公秩序罪 将尼玉兰行政拘留10天后 又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向西城检察院提请逮捕 案件虽然被退回 但尼玉兰被非法拘留了75天 之后尼玉兰开始上放 当年11月27号 西城区法院再以妨碍公务罪对她判刑一年 她的履事资格也被吊销 2008年尼玉兰家遭遇当局违法强拆 因阻止强拆 她被诬陷所谓踢打警察而被关押 关押前她被警方毒打的遍体鳞伤 随后尼玉兰被当局以妨碍公务为名 判刑两年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期间 预警不准她使用拐杖和轮椅 让她每天爬着到工厂 包装一万一千双筷子 干不完就对她辱骂殴打 尼玉兰2010年出狱后 警方强制把她和丈夫董继琴 关押在北京西城区一间黑宾馆 2011年2月11号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 曾经去宾馆探望尼玉兰 12月22号 荷兰政府授予尼玉兰人权捍卫者 欲今相讲 去年4月 中共再次秘密抓捕尼玉兰夫妇 尼玉兰被判刑 两年六个月 罪名是寻刑滋事和诈骗罪 而董继琴也被当局 以寻刑滋事罪判刑两年 因为我身体的状况非常大 所以受到朋友们的关注 然后国际上的朋友们 也在为我们呼吁 然后有些大使馆的官员们 也到这个女子监狱来看望我 来询问我的状况 所以我在女子监狱的情况 要比上一次 那官到女子监狱的时候 要好得多 尼玉兰说 这次她不用爬了 不过每天至少 有16个小时坐在轮椅上 因为她颈椎脊椎腰椎都有旧伤 又因为常年不准和别人说话 她的语言功能严重退化 脖子上的这个甲装线 很级别的 已经3点多厘米了 而且呢 就牵扯到我的嗓也是哑的 然后吹咽东西的时候也非常困难 然后还有淋巴结结 其他的部位骨骼和神经受伤 所以也是需要同样的治疗 现在连最基本的治理能力已经没有了 尼玉兰说 她和丈夫去年被抓完全是中共的构陷 当局恼怒于她长期参与公众维权 并引起国际关注 所以对他们夫妇进行打压 她表示 接下来她将状告北京警方 并通过法律途径 要求当局归还她家的财产 有的 卖家人 24 19 24 22 citoy 20 20 21 20 20 20 21 20